欢迎回来来关心国际消息 近日在荷兰海牙的欧洲刑警组织总部 国际法律界、医学界和检警高层人士都齐聚 商讨如何联手制止人口贩运的问题 而在场专家特别对中共系统性的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表示愤怒和谴责 法律界、医学界和执法机构的专家和学者们 对中共活摘中国良心犯 特别是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感到震惊 纷纷表示谴责 欧洲议会在2013年12月12日通过的紧急决议案 明确要求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参与者升职以法 专家学者们提出各种不同的建议 从不同角度来制止在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的罪行 在没有法治的中共强权统治和其迫害法轮功的政策下 国在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在中国还得不到法律的制裁 尽管如此 国际社会也在采取相应措施 这意味着医疗医咫语会读 更多方式保护患 为自己的患者及不其他方向外出 利于恢有生 experiencing病毒的刘站 以及中国的谄理 他们必须要报道 医疗适合厕或医療医 医院或医院或医院 医疗医院 医疗犯人 从医疗出发生的科病毒 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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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患 不过法总部的警察 不过法律技会 针对那些参与的中国医生,国际医学界也在采取制裁行动。 新唐人记者杨立新,李迪亚,荷兰海牙报导。